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冬奧的賽事了 在今天滑雪天才少女 谷愛玲即將要出賽了 更多的新聞重點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甄榮 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 我們持續帶您關心冬奧的賽事 中國大陸代表隊 昨天又奪下了第四金 是由大陸開幕式的棋手 高婷宇在競速滑冰 男子500公尺比賽當中 以34秒32的成績 打破冬奧記錄 拿下中國競速滑冰 首面的冬奧金牌 而銀牌跟銅牌也分別為 是南韓跟日本的選手獲得 頒獎台上面的選手 全部都是來自亞洲國家 也出現這樣子的特別畫面 而高婷宇四年前 他其實就在平常冬奧的時候 拿下了銅牌 當時他就透露說 很想要把獎牌換一個顏色 如今也成功的兌現承諾 成為大陸59年來 首位在競速滑冰項目當中 奪下金牌的選手 而他談及奪金的感想 高婷宇就表示說 其實前一天受訓的時候 他是有受傷的 但是沒有影響到他的信心 因為他說快要比賽了 這之前其實有非常多的變數 無論是不是自己受傷 或是對手的表現 都是自己沒有辦法控制的 能做的事情就是豁出去 而他還透露說 其實比賽沒有滑出 自己的最佳記錄 但是打破了冬奧記錄 就是預定的目標 再關心的代表大陸出賽的 天才滑雪美少女谷愛玲 今天原本也要挑戰出賽 要挑戰的是 自由式滑雪女子 撥面障礙技巧的資格賽 本來是預計10點要出戰的 但是因為現場的天氣因素 現場突然下起大雪 能見度變得很低 所以比賽延至12點舉行 而他的IG在奪下金牌之後 短短三天就突破了 百萬人次的追蹤 而其中包括了NBA球星 Kevin Durand 還有美國的超模 卡利克勞斯 網球名將大衛聯斯 都是他的粉絲 外界都關注說 谷愛玲的下一步新動向 不過他將大家宣布這個好消息 他將佔別運動場 今年秋季要前往 Stanford大學來就讀 而東奧的選手村 設有選手專用的診所 在這個1500平方米的空間當中 有許多的醫療科別 像是骨科 口腔科 康復醫學科跟中醫 而其中最受歡迎的 就是中醫的針灸 還有腿納 這是我第三次來綜合診所了 從第一次就非常棒 經過針灸之後 我開始感覺好轉了 睡得好了 神經也沒那麼緊張了 我背部的傷痛問題 也大大緩解 我第一次接觸中醫 是在莫斯科 現在針灸正逐年 越來越受歡迎 許多的外國選手 甚至是代表隊的工作人員 因為要適應時差 賽事都會出現身體酸痛的狀況 他們體驗了針灸的治療 都大讚說 針灸可以讓身體的酸痛 大大緩解 接著關心的是烏克蘭危機 現在戰雲密布 美國總統拜登跟俄羅斯總統普丁 13號的時候通話 長達一個小時又兩分鐘 而白宮隨後也發表聲明表示 拜登重申假如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跟盟友將會迅速 讓俄羅斯付出嚴厲的代價 不過對此呢 俄羅斯是批評美國說 過度渲染烏克蘭的危機 太過了歇斯底里 不過雙方仍同意持續對話 今天就引述 有名美國的官員表示說 這通電話是專業且有實質性的 不過對於現在的情勢 並沒有因為這通電話有所改變 儘管雙方都同意說 雙方的團隊 未來幾天還會保持聯繫 但是俄羅斯在未來 還是可能持續有軍事行動 另外俄國克里姆林宮的 外交顧問烏沙克夫 就在這通電話之後表示說 普丁在電話裡向拜登抱怨說 烏克蘭一直被破壞 在西方斡旋之下 簽好的和平協議 而美國跟盟友還為烏克蘭軍方 大量提供財政資源 幫助烏克蘭軍現代化 也忽視俄羅斯的安全問題 不過現在俄烏問題很緊張 引發多方的關注 除了美英等國 日本跟澳洲等國 也都紛紛跟進 敦促在當地的公民立刻離開 但是美國頻頻又向 烏克蘭輸送武器 又敦促美國公民要離開烏克蘭 有民眾就批評了 美國根本就是在散播恐慌的情緒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呼籲公民要在接下來24到48小時之內撤離 又說俄羅斯可能會發動空襲 這也讓各國是神經緊繃 因此荷蘭皇家航空12號就宣布了 擔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所以現在暫停飛往烏克蘭的航班 直到另行通知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俄羅斯12號也撤離了部分的外交人員 更加深了戰雲命部的氛圍 但是俄國外交部回應說 會這麼做是擔心烏克蘭政府可能做出了挑釁 美國跟英國也撤回大部分人派住在烏克蘭的軍事顧問 美國駐基佛大使館也下令大部分的職員要離開 全球有多個國家已經呼籲公民要儘速離開 法國 斯洛 法克 更建議國民不要前往烏克蘭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在字幕下文的致語中 各自從駅響下文的兄姐夫 從駅響下輪到駅也是盡力的 因此暫停的